阿王不玩第四賽季的原因是啥 這次第四賽季第一賽季應該不玩吧 簡單一點的回就是我覺得他這一季一定不會好玩 我覺得啦 我覺得 我覺得 還是你們有玩的人然後可以說服我說他做得好 讓我有興趣進去玩個幾天 你們記憶最深刻的東西是駱駝會叫這件事情 現階段真的他的所有的改動都單純只是為了讓大家花更多的時間在遊戲時間上面 這個絕對不是做遊戲的本質啦 你遊戲要做的是我們大家覺得很好玩然後我們一起在裡面玩 而不是我必須要讓你們在裡面坐牢更多更多的時間 我先講我不怕我玩的職業很爛 我完全不擔心 我不用玩到最好的職業 可是我要的是我在玩的時候是覺得很開心很好玩 那我在一開始玩第一次的時候我覺得 我剛玩到大概結束到莉莉寺的時候 我都覺得這個遊戲很不錯 那他現在這樣子改 那我不希望我要做的事情是 我進去然後讓第一次在我心中印象是不好的 不是說例如不死竹啦 不是不是 可是暗黑是在我心中他是爽game 吸血鬼倖存這種類型的遊戲 他就是打爽 然後你要看到那個數字很爆炸 看到自己的角色一直在變強 沒有今天樂器活動了 我就去樂器的活動了 辦得很不錯 他今天那個啊 包了一個那個郵輪 然後 拖嘴一下twitch 然後也慶祝他 YT10萬訂閱啦 到時候郵輪是樂器自己的嗎 你們問問題之前願不願意思考一下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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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租的啦 遊艇趴東西好吃嗎 就那個啊 打美樂啊 你也可以吃得到啊 我也覺得不錯啊 今晚不打快打吧 今天應該不打 因為今天出門嘛 然後想說跟你們聊一下天 跟你們聊一下天 對我來說也是 可以讓我的那個心理更健全 實況主不會有身體很累重視 可是實況主的那個心理壓力是比較大的 之後會戶外台嗎 如果我去看現場比賽的話會 如果沒有的話不會 我希望我明年能夠把所有的心力 更放在電競上面 雖然我不知道我有沒有辦法幫忙推一點東西 可是我會往這個方向去 不是幫小巷推 是單純自己真的很喜歡這個產業 也是因為這個產業讓我有飯可以吃 然後我的興趣也在這裡啊 我不確定明年是要辦比賽比較好 還是贊助一些選手讓他們去打比賽比較好 我也在想想 可是我也有私心啦 我一定是以自己覺得好看的 跟自己想要的去推 你以為很屌 你能過三關嗎 贊助選手去打比賽不錯 對啊 可是那個比賽要我有看 然後我也覺得他是真的很認真在練習 他是真的很有心 不用掛我的LOGO 我純支持的 我話講完 誰贊成 誰反對 什麼目標 希望今年 可以玩到地下城啊 是我最主要的目標 我有沒有今年希望自己成為地下城第一進戰 誰反對 成為的啊 因為根本沒人能玩 什麼東西 主播 感情上暈船了 你的見解有什麼方法能下船嗎 這也太簡單了吧 你就這個問題 你家附近應該也有藥妝店吧 那個啊 買運車藥 加減吃啊 如果你不喜歡這個方法 我最少可以推薦七八種方法給你 我覺得如果你們要講自己的事情 你一定得把細節講清楚 這樣子主播才能夠為了你去幫你分析 為了你花這個時間 不然我們就單純只在嘴怕而已 我肯定是關心我每一個觀眾的 如果你真的有了什麼問題 我絕對不會隨便回答你 而且還有小遊戲環節嗎 之前就看了相撲那款才訂閱的 其實我 陸陸續續一直都有玩小遊戲 可是你可能那個時候都沒看到 然後正好在我玩大遊戲 或在聊天的時候你才出現 所以都沒看到小遊戲環節 那最近應該不會有 最近不會有的原因是因為 我滿期待8月的EVO 然後我希望我EVO能夠看得懂 他們怎麼贏怎麼輸 我希望我能看得懂 因為我希望可以在8月的時候 好好支持台灣的選手 也希望你們可以去支持他們 你們甚至去訂閱他們 讓他們過350 或者是去Dolain他們 或者是去言語幫他們加油 我覺得都挺好的 比如說我老婆最近發現我都訂閱你怎麼辦 很簡單啊 你就拿你老婆的卡也偷偷訂閱我 然後你老婆就問 為什麼你都要花錢在這個垃圾身上 你就回答他說 啊你也是啊 對不對 他就發現 誒幹 為什麼我也訂閱這個人 那你老婆就會來研究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那你不說我不說 他只會把錯怪在我身上 對不對 我可能騙了他的錢還是什麼的 今年的目標已經達到了嗎 算是 有一個目標再也達不到了 另外一個目標已經達到了 還有機會看太空狼人殺嗎 唉 狼殺這個東西當然是 現在你要我去玩狼殺 感覺是很為了流量 才會去玩這個東西 那我覺得應該是不會去玩 代表我覺得他不好玩 沒什麼辦法逼自己去玩 不喜歡的東西 人數 人數暴跌這也沒辦法 也是可以為了流量硬要去玩 可是那個就 你看了應該也很痛苦 然後 我玩了也很痛苦 那兩方都很痛苦 那何必呢 我覺得 就是在實況上 我那個時候一開始開台的時候 就跟你們說過 我希望 我的人生一直都在說謊 最少在實況上能夠誠實一點 這樣子 實況能夠開得比較久 我只能說今年是一個很難過的一年 今年想要玩的遊戲沒有上 然後今年我在出國的時候 我身邊有兩個家人過世 很多吧 很多事情 今年對我來說不是一個很順利的年 可是這幾天有比較好一點 遊戲跟家人過世同樣類型的 我覺得是 我覺得這樣 心態上是層層堆疊的 就是我出國了嘛 然後我想說放鬆一下我自己 然後我得到的消息是 我一直在等待的遊戲 它不會上了 這個遊戲跟我的工作有關嘛 它影響了我開台時速 甚至影響了我整年想要做事 因為我已經把目標很明確 放在這個東西上面 心情有點不好 又得知了自己的 親人過世 所以今年我的狀態一定是比較差的 大概是歷年來 心態可能最不好的一年 心態這樣子不會不想開台嗎 所以我今年確實開的比較少 多數少會有影響 可是就真的盡力一條事 因為我覺得我的心態已經很好 鬥鬥生日會出去玩嗎 明天他生日他明天要工商 你們還不如在他生日的時候 多給他一些自主訂閱 送他當生日禮物吧 我這邊送訂閱的很少 你看上面就知道了 這個月滴丁送了30個 然後 磨磨磨磨送了10個 然後磨磨磨磨送了10個 他自己都還沒有訂閱我 我也是搞不太懂 你可以自己一個訂閱我 讓我有自主訂閱嗎 不用送那10個 你自己訂我10個月我更開心 可是你是為了要殺自主訂閱的 那還有在訂閱的對不對 都是 也到不行 發生了這麼多事情 你以為很屌 你能過三關嗎 好吧 你現在這樣送他 有少一個自主訂閱 結果到時候我自己沒過 那也真的是好笑 我整天說謊 那你告訴我 我對你說了什麼謊 我老實說我真的有按 如果我沒按 對不對 你們看我 有在看我快打的也都知道 可是這次我好像按慢了 我也會講這句話 你有沒有一點印象 可是我有按就是有按 他媽的他們洞沒衝 幹就是他媽的 就是公管大搖的問題 就不是我的問題